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7档不是很坏的 任由他在那里倒下 没办法 朗善奥斯是个榜 上次都赢得这么轻松的 希望他克服到那个榜 另外黄帝英明的档位就没有上两场的十几档 今天就八只马的三档 都叫做中档 看看田鸡怎样拿位 应该的跑法会守回位 不用那么厚 最后如果要选择 如果要选择冷门的恩感也未必不能选择 不过我自己就 如果写四重坐都是城中勇士 好像也有课试集 还有恩感也要脱下眼罩 上次他加了眼罩才跟着好位 就是要选择他的配备 5号的无限美丽 1号的朗善奥斯 3号的皇帝英明 4号的城中勇士 请支持这文频道 选择有理有据 拒绝信口开河 跑马就没有必胜的 选择一些有实力的马 都要看看骑士怎样发挥 无限美丽 1号上次有什么发挥 希望他今天会好好发挥 选择了这3号的旅游高球 希望他加个眼罩 不要有副作用 这只马 跟Layman一起看马 我说了很多次 这只马 开始来到嘴飘一下飘一下 然后改善了 没那么飘 交到成绩了 那天突然脱罩 又有点飘 那他马上脱罩 又有点飘 那今天不知为何又加上了 梁胜角度 希望聂马斯是球变 第2号的10号的新干线 每一场都跑得好 就算是1600那场都跑得好 今天的档位好了 看看田鸡可不可以把他咬得好一点的位置 那就先选择新干线 第3号的英雄战哥就要拼了 又没有菊草杂 又没有跑过夜马 又初出 只是看他刚才那课集 都算是试得不错的 那就先选择他 第4号的真的比较麻烦 其实两个都可以放前一点的 一只就是一档的精明勇俊 一只十档都未必吸不到过来的上校 左度右度 今天回来菊草有过一档的精明勇俊 理论上他菊草就一定是比田草适合的 季初赢了一场五班的菊草 今天就回来跑菊草 有个一档希望 希望希威心把握到这只精明勇俊 如果他顶得着上校 顶着上校 上校在外跌 他就会比较一档 理论上是比较好 所以就选择这四个 交到成绩就代表一切 希望我都希望选择一些马 希望他们正常发挥到 交到成绩给大家 那我就在这一档 我不是够贴的 我想你们撑了阿利文这么久都知道 是真的挺均勢的 有那句说那句 先选择了二号的黄饮福星 希望这十磅 看看田鸡可不可以遇到一些 暴触形势 看看可否能克服得到 第二只的 选择了德意佳作 输给独角兽 今天也有试集 试课集我觉得都OK的 希望我潘明辉好好把握 第三只的 选择这只上次收拾了这么差的档位 其实跑得很好的 魅力一心 虽然今天的对手 稳定度 比上一场的对手 是稳定很多的 但是他就叫做是三班 下来的 初跑谷草都跑得好 今天收拾个好档 理论上应该都好好的把握 这只魅力一心 第四只 选择7号的威威斗士 其实他在武林志尊 我选择了很久的 这两只马 何宅瑶 骑威威斗士 上次都是他骑 但是武林志尊 上次是潘顿 换了欺威心 算马我就喜欢武林志尊 多些 但是算骑士的发挥 好像是何宅瑶 骑威威斗士 好像会安心一些 2号的黄隐福星 10号的得意佳作 6号的魅力一心 和7号呢 希望何宅瑶都继续发挥好这只威威斗士 请支持这些频道 简马有理有据 拒绝信口开河 一个小小的 2008b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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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今天當然要和大家講一下 在1月7日馬會 滾水綠腳式 在沙田又安排了10場 10場是泥草混合賽事的 全場部速形勢分析 各位還未訂閱這文YouTube頻道 可以免費訂閱這文的YouTube頻道 另外也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去支持這個講真心話的 真真正正的賽馬台 對上那三條雷文片 其實雷文不像平馬人一樣 我是業餘的 每一次只出三條片 最多是三條 看時間而定 對上那一天三條都中了連贏位 希望用一個方法 雷文的理念就是 這個命進率盡量保持在一個水平那裏 希望減少一些無謂的其他的成本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命進率高些 不是說 其實如果我要選10場的 我隨時可以貼到20場 但是那20場是否全場部速形勢分析呢 這個就答不到你了 因為我一條片都要量度很久 不過我要首先說 今天的賽事是比較混亂一些的 各位老友 不像上次雷文說 馬會派消費券的 剛剛星期三賽事 三條中了 試襲的花魚龍也贏了 今天的賽事比較混亂一些的 混亂也有 其他朋友可能喜歡他混亂的 混亂就有機會 可能很好分的 即是長長馬都有人中的 我也是用我的方法去分析 經過我的計馬方法 看馬的方法 算出來就看看騎士怎麼發揮 那 雷文頻道解馬有理有據 拒絕信口開河 今天講到第九場 第九場 這裏有14隻馬 蔡先生 今天有兩隻 一隻偏偏君子 今季贏了兩場 一隻今季 沒進入過 自勝時機 也有幾隻馬 試了一集 最緊要和大家看一集 這隻巴閉哥 由上季尾到今季初都跑得好 到最後這一場 因為他遇到金鷹 飛鷹奧場 那場馬其實的步速都不可以說是慢 他就失準了 接著又試過撞到頭 又退出了 今天找到報民 試了一課一集 今天找到報民來騎 這隻巴閉哥 見到報民其實都沒有怎樣去 唉真是很麻煩 這個馬會網頁 不是說假的 一時就彈那裏 那報民又沒有怎樣去認真考驗這隻馬 而且這隻馬通常都是放前走的 那但是呢 報民就守著在馬後面少少來跑 進到直路之後呢 這隻馬自己也有少少反應 沒有怎樣去給他的 紅色 這一隻就是巴閉哥 好像勝利幸運系那件衣服 那隻就是巴閉哥 應該是這一隻 對呀這一隻 也是這樣VV的 那隻是 那隻幸運勝驅 跟這件衣服差不多 應該都是那些 那隻報民這隻 那隻馬上就應該是高 一些 那一隻馬上就不敢跑 那這隻馬上就不敢跑 那這隻馬上就有些 那這隻馬上就不敢跑 那這隻馬上就不敢跑 那些馬上就不敢跑 那這件衣服差不多 那些馬上就不敢跑 那大家看到報民那隻馬上就不敢跑 結果一陣子都有點堵 雖然報民沒什麼動作 但是看那隻馬好像有些很想向前走 報民就約束著他 他好像很想走上去 沒斷這裡按著沒什麼騎 都有點走勢 這裡是喜智寶 這裡是今天出的那隻 這是進行星 不要說那麼多 今天有得跑的有知度長勝 進行巴閉哥 喜智寶 一知箭 一代宗師 雖然沒有什麼考驗這隻馬 但是課集 看到他好像精精神神一樣 希望他上次退出了就沒有受到影響 另外這隻知度長勝 剛才那課集 看一看 不是剛才那課 這課是重化那課 這課是重化那課 就是昨天敏至神驅那課 就是精精日上 敏至神驅在前面兩隻走那課 其實這一課集的時間 都比較慢一些 但是這一隻知道長勝 又知道再勝 又知道必勝 記到頭都痛 他跟了慢步速回來 雖然說前面那兩隻馬 有些拉開了他 但是因為時間都不慢 他就叫做 保持著走勢 我覺得都OK 不過今天他試襲沒有眼罩 他今天又脫下眼罩 大家都記得 上季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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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突然間脫下眼罩 待會再講可能的原因 現在先看課集 這裡是精精日上 這裡是今天的敏至神驅 它是被人按住 有點脫開了一點點 但是因為時間都很快 它保持著位置 都不是試得差 不過這隻馬 上一次出集就不穩定 這隻知道再勝 很難猜 突然間又脫下眼罩 上一次突然間出集也有點失準 我看到他這兩場 都不夠快 今天再脫下眼罩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放在前面 但是如果單純講課集 知道長勝是試得不太差 但是法財大師又不一樣 這隻馬就很準 但是他比較被動一些 今天突然間他來加個眼罩 一隻脫下 這隻就加的 何宅堯加眼罩師這隻法財大師 是不是叫法財大師 對呀 法財大師 一出集就已經騎了 轉彎又騎了 回來抹斷又騎了 對呀 今天他真的會戴個眼罩 今天有韋小寶 不要看那些了 只是看了聚財 先看法財大師 因為他今天真的要加眼罩 嚴格來說 我看到他加了眼罩 我又不敢說他出賽的表現是怎樣 如果以他這一課集 我覺得是OK 因為何宅堯一出集 雖然他的路程比較短 他在後面也不奇怪 但是何宅堯已經大力騎他 他又不是說沒有反應 他已經是修復了失地 稍微我嫌他 沒斷臨過終點騎下去 那幾步好像差了一點 看看他今天加了個眼罩 跑回長的路程 不是試短途閘這一課 就是跑回1400米 其實他一直都跑慣1600 今天他也是有點縮情 這隻法財大師 你看到他出閘又騎 轉彎又騎 沒斷是大力騎下去 何宅堯這裡 這裏一騎下去也是有反應的 這裏也是OK的 這裏一路都是OK的 那些是聚財來的 這裏騎下去 稍然他沒斷這裏再騎下去 他就叫做Keep住位置 可能會不會是路程比較短一些 如果以我看這些法財大師 那些閘來計算 他今天加眼罩又不同 我覺得那時候他沒有加眼罩 可能看上去好像輕鬆一些 看看他今天加個眼罩 會不會跟著位置更漂亮 另外就看這隻叫做太陽拍檔 我看他的片好像均速了 其實他上季1400 一場快步速一場慢步速 都是近的 今天就跑回1400 這隻太陽拍檔 其實放在前面走 這貨雜試得不錯 回到末段 在前面走 看日日營 今天也跑 傳承者上次也跑了 我記得 喜倫勇敢下次跑 白色衣服就是太陽拍檔 如果我看他這兩場的1200米 他今天跑回1400米 也未必說沒有理由 可能也是有理由 這兩場騎下去好像均速一些 還有他有一點點 很輕微的 這裡就日日營 回到末段 比較遲轉腳 但也有一點點追勢 這裡就是太陽拍檔 外面就是電氣騎士 這貨雜就留著來跑 那天就贏了 日日營這裡開始繞上來 今天跑直路 這裡有太陽拍檔 你看到太陽拍檔 其實按著回來也挺輕鬆的 貨雜時間也不算慢的 這裡日日營 這裡還未轉腳 這裡轉了腳 開始比下去 也有一點反應 這裡太陽拍檔 再鬆下去也有一點反應 這裡再騎下去 也有一點反應 太陽拍檔也挺輕鬆的 外面喜連勇敢 我覺得如果說 不要說他今天的檔位 講太陽拍檔 這一課集 他試得OK 我覺得 是個檔位 今天十二檔 試集就 巴閉哥看了 知道在聖 脫眼罩 看了 發財大師 加眼罩看了 然後太陽拍檔也看了 好了 今天講我對這十幾隻馬的看法 巴閉哥 其實他表現都挺穩定的 上一場 他跑過第九回來 我認為是霍雲星流到這隻馬有點急 這隻馬應該是給他順著走 好像好一點 我見到他中段有點搶口 再加上是二班賽 今天下三班 換了報民騎 看看會不會 留得這隻馬比較舒服 報民也有去試一課集 我認為他上一場落敗 有可能是霍雲星 就發揮得一般的 我覺得 二號的奪金精靈 上次只不過是初出 今天就要加情 其實他試過試集之前給我的感覺 沒有哪一課好 是最後那課直路 加個頭罩 沒段有追 上次出來跑 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但今天又脫下頭罩 看看他初跑千四又如何 我覺得 郭東尼很多馬 都是這些類型的馬 如果你們想知道是什麼類型 今晚在文時前Live再講 講這隻 知道再勝 這隻就今天脫下眼罩 你真是猜不到他怎樣 他多數都是守好位 但為什麼會猜不到呢 上次他有眼罩 我見到他撞下去 都不夠快 其實他有比的 今天會不會脫下眼罩又快 我就不敢說了 但如果他守回好位跑 以他剛才那課閘 應該都可以 不是說可以 我應該怎樣 剛才那課閘是適合他這一課出來跑 如果他跟到好位 但你今天脫下眼罩就猜不到 上次出閘都不穩定 今天不是出閘不穩定 好了 今天講今季 沒有哪一場跑得差的馬琳 連續三場撿外檔 其實每一場都跑得好 今季都沒有脫下五名 其實呢 今天撿回個好一點的檔 理論上應該比較好發揮 班德禮都騎慣騎熟 不過就是班德禮 就不是說一個很穩定的騎士 其實這隻馬 前過有一場 密道朗有一場 我覺得他是騎錯了 早了法力 今天檔位好了 看看會不會很好把握這隻馬琳 法財大師 其實是一隻很準的馬 不過我都講過 何宅堯騎這隻馬 多數都在外檔那裡 洩位扔上來的 但是騎得他最好的那個 就是何宅堯了 他也是騎得好的 但今天他有個問題 即是縮程 以及就是加眼罩 剛才那一集就看了 我覺得都 加了一個眼罩 縮短200米 看看他應不應付到 那就是說東方飛影 近這幾場 我只是覺得 這隻馬 阿雷文都說過 曾經有一場 墮馬他 很幸運 又不知道跑了進來什麼 其實他一月一號 流血之後 其實他只有一兩場 是跑得好的 多數都跑得不好 不過 這隻馬上一場 這場的組段是跟好了 即是突然間 可以跟回好位 但是回來後 也比較失望 看看 可能有些機會 就開始好一點點了 好了 講偏偏君子 今季贏了兩場 不過他那兩場 首先 一場是四班 另外一場 也是那場馬的形勢 都挺特別的 我覺得 兩場都撿內蕩 兩場都是一步不蝕 大概 而且兩場的發揮 都是潘頓的 今天就外檔 形勢 不知道會不會有 潘頓 又內檔又潘頓 那麼好 今天就十一檔 艾少禮 不過這隻馬 今季 是 即是怎樣說 他好像有一場 特別厲害 不知道吃了什麼 真的 這樣說 好了 就講星雲笑雀 這隻馬 試襲 其實他沒什麼特別 但出來跑 長一場都跑得好 上次又是執外檔 何宅堯 騎三場 他都是追得很厲害 你跟那些 雷文簡那隻 風計 逐吹五十幾倍 贏了他 同樣是美麗 星雲笑雀 包括後面的 暴大威猛 其實全部都有實力 即是今天 你唯一挑剔他的 就是換了人 即是何宅堯 騎三場 何宅堯 騎發財大師 不騎他 那就換了巴道 而且這個檔位 你怎樣說也好 他多準也好 實檔不算是一個很理想的檔位 不過他就能夠交到水準 好了 今天講了六支 今天又不知為什麼 又回到1400跑了 其實這隻馬 1400 那些舊人時 這隻馬沒有人看的時候 我也是在沙田發掘他的 不過後來 黎超聲部署他那塊活谷 今季跑這麼多場 除了這一場失望之外 這一場他是加了眼罩的 這場輸完 上次除了眼罩 已經有追勢的了 即是今季跑五場 除了加眼罩 失敗那一場 另一場馬是比較失望 但是這隻馬 今天撿的狗檔 又不算是一個幫到他的檔位 看看艾杜娜怎麼發揮 但是他的 他的用意都挺心急的 即是奪過眼罩 跟前一點回來 輸了 立即脫眼罩 上場的檔位差 都追得好的 不過今天的檔位 都沒有什麼改變 是的 講電子傳奇 這隻馬就 大致上來說 如果你們自己看 撿親外檔 你又不要看千二 撿親外檔 他不是沒得過 很少機會可以 即是比較少 這兩場就可以了 是的 還要是千六 不是千四 我自己覺得 今天撿了個十四檔 就 若然萬步速 即是當一下懶滿 因為他兩場之前 即是前三場 他有一場快步速 在快戶谷都跑得好 不過下一場又不行 他不是很穩定的馬來的 是的 那講這隻銀騰 開頭的雜 我經常看到他又慢 但是後來那兩貨雜 就已經試好了 上次出來跑一場 一出雜就慢了 即是好像試雜一樣 但是他末段都追了很多 這隻銀騰 是的 看看今天仍然有個好的檔位 熱了一場新 會不會有一個進步 不過這隻銀騰 出雜真的不是一隻穩定的馬來的 但是上場都追得不少 那太陽拍檔 那我也講了 其實他上季在四班 千四米 一場快步速 一場慢步速 都近的 那今季跑兩場 千二看上去 就是比較均速 所以他今天跑千四 我覺得都不是說沒有條件 即是不是說沒有理由 他看上去都是騎上去 不可以 今天試了課集都OK 不過你要考慮一下 他上了三班 就是看數據 其實我不是看這些 就是你三班 他就叫做 還沒進過來 但是今天的檔位 又不算是好跑 除非好慢步速 好了 今天講一下蔡令一隻 智勝時機 這隻馬今季沒有一場跑得好 唯獨上一場是跑得好一點 是的 好一點 這隻智勝時機 上季贏一場千四 那一場都很奇怪 唯一解釋就是軟地 因為下一場找潘頓 又不行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間發溫 上場是跑得好一點 今天突然找回田雞來騎 另外講 碎碎今早 這隻馬市集是有些能力的 上一場出來跑1200米 我覺得那個表現 不好又不差 但是我看到他沒斷 他是有些 開頭以為他沒有什麼 但是他又撞上來 我認為這隻碎碎今早 上次的賽職 都叫做可以的 應該跑長一點 是適合這隻馬的 但是今天又撿了個十三檔 暫時沒有什麼理據 不是說不能選擇 而是說沒有一個實質見過的證據 就證明這隻馬千四 十三檔都容易跑 但是上場真的跑得不差 他之前試的閘都不差 嘩 真是斷氣 好了 講解馬 看看這隻馬林先 這隻馬林如果要看的 就看三場之前那一場 蔡明紹 在中間那一段 第三段 其實這場的步速是快的 第三段 他在那段 發力 外檔 第三段 法力 回來都跑得這麼近 連續兩次再撿多個外檔 今天撿回內檔 就是理論上 應該都要好好把握 下次再撿多個外檔 下次又不知道要撿什麼 這隻馬林 這隻馬林 一會兒 當日 雷文選了那隻 叫做非英傲場 連中兩場 難滿 挺和味 那一會兒 第二段 第二段 就按慢一點 但是第三段 非英傲場 又加快的時候 其實馬林 在這裏 踩上來 這一段 其實馬林在這裏 蝕外疊 蝕法力 其實那段 其實是人家的非英傲才 都在加速 他還要走外疊 回到來 跟堅有威那些跑 堅有威上場 脫了一匹 是潘頓 150米沒有打邊 才被後面的馬 蓋過 那隻叫做 黃腳立 下次 黎地 雷文也提供中了 一定 美麗經常跑得好 又虧了 部速 又虧了外疊 又虧了當位 其實都跑贏了黃腳立 前面那些沒有叉 就算是機緣罪夢 也是好的 今天 撿回一個更好的檔位 是啊 班德麗不是一個很穩定的騎士 但理論上 正正常上發揮都好跑 剛才播了那條片 第三段 他就是蝕了部速 蝕了外疊 今天理論上 他應該可以省回力量 希望是這樣 希望是這樣 第二隻 看看星雲少爵 他沒有一場跑得差 是啊 何宅堯騎了三場 何宅堯又不騎他 這些比較擔心 那天真是回味無窮 風繼續吹 今季的其中一隻傑作 看看銀騰 銀騰 銀騰慢了也追很多 風繼續吹 銀騰 星雲 什麼雀 今天又撿回一個檔 但就換了巴道來騎 看看巴道怎麼發揮 那些什麼同樣美麗都是爆得厲害的 風繼續吹市集 真是貨貨好 上季你每個一劑 今季你每個一劑都夠 那這裡就聲韻笑著 後面銀騰都追了很多 其實那個報速都不快 高大威猛 高大威猛 試貨集 叫做OK 今天賺少少報速 他都捱到過第四 暴大威猛 這裏都是電子傳奇 應該是 這件衣服 我先看清楚 是電子傳奇 就是今天那隻 這麼慢的報速 回到來都長直路都沒有幾多 那反圍風繼續吹 裡面省 那這裏聲韻笑著 就追得厲害 那銀騰你看看 這裏本來很厚 但是他撻著了 他就追很多 那這裏就拍馬難追 大紅袍 這裏就風繼續吹 這裏風繼續吹 那裏同樣美麗 這裏聲韻什麼 後面銀騰 看多次銀騰 銀騰出閘慢了 虧了那個報速 他有些瘦了 不是 銀騰在這裏 他有一間呢 揣去裏面那裏 都有一些追細的 那電子傳奇又 看看會不會又跑得比這場好 那銀騰後面都追很多 都塞了的 好啦 那裏播了兩隻馬給大家 那有什麼 雷門事前來 先說 請支持雷門頻道 選馬有理有據 拒絕順口開河 一條片講這麼久 無非都是想解釋給大家聽 那些馬好在哪 或者差在哪 或者雷門為什麼會選他 跟大家研究一下 賽馬都是一個脆味 這裏都在報告片那裏講了 一個號碼 就不會知道那隻馬 究竟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進步 怎麼跑什麼路程 那號碼不會代表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賽馬頻道 不是跑號碼頻道 所以這邊這邊部門 那4號 brush 不,4號的馬林 8號有聲韻少爵 之後選擇1西號 就是巴亞布盟友事集的巴閉哥 上一次我覺得霍雲星 可以騎到這隻馬 回頭有空了 可能他的馬進去跑可不足 跑得飽 另外就選這一個 那一名 我為什麼不� Tenemos錯答案 為甚麼我還能出確定 5號 五号的法财大师 虽然他加眼罩那货集我觉得一般的 不过这个马房很好斗志的嘛 也很害怕的 如果单纯说那货集我就普通的 就是神防这只何宅瑶又选他来骑 他又加眼罩 看看他加眼罩是不是真的好一些 四号的马林 八号的星雲笑着 没写错啦 四号八号 一号八糟歌 五号法财大师 请支持这些文频道 解买有理有句拒绝顺口开河 今天都比较混乱一些 有很多好马都执档都挺差的